教育部成立偏乡数位关怀推动计划 三弯乡因而成立数位机会中心 为当地居民带来实质上资讯能力的提升 缩短了城乡之间的数位落差 以下是我们报道DOC平日运作的实况 因为第一它服务的对象是小孩 年轻人然后甚至老年人 也有关于三弯林 三弯林因为要行销要推广要自产自销 希望大家都会用电脑 然后可以推销自己的产品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概念 我们希望走产业的路线 如果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 教育部有给我们这么多的资源 让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学习 我们何乐而不为 DOC的课程安排是有基础班 进阶班还有高阶班 基础班例如说它是电脑的一个伸手 它会来上电脑一个电脑操作 或是目前最夯的就是智慧型手机或是平板 他们也是从图柜到柜 那到会了以后就是一个进阶的课程 那再来呢有一个高阶课程 例如说我们的公民新闻还有微电影 辅导团队这个部分 我们要感谢明基友达基金会 因为我在乡长论论对于电脑是一窍不通 但是因为公文要有电子化 所以说刚好农会和教育部有这个DOC的课程 所以说我就去学习这几年来呢 让我这个知识呢 有了长期长年的一个进步 非常的谢谢 以上是三湾世卫机会中心记者群 在苗栗三湾的采访报导